我们河腿为什么要这么盘 那就是方便马 妥到缅甸 它就节约了空间 茶马古道上商贩往来 贺庆人最初将火腿做成圆形 是为了方便运输 节省空间 张鸿发的爷爷就曾将盘腿带到了缅甸销售 张大哥说 圆形盘腿在贺庆的年节中 往往也寓意着团团圆圆的好彩头 可猪后腿是如何被制作成圆形的呢 它是它那个猪脚给扣进去了 杀猪的时候 它是用刀 把这个后腿圆圆地裹出来 裹下来以后 用这个刀 戳一个洞 是的 穿一个洞 然后就把这个脚 用这个荡刀锅敲起来 然后盘起来 猪腿盘起的动作需要在屠宰后的五小时内完成 否则猪肉变僵 猪腿就无法盘起 腌制贺庆盘腿要先加酒涂抹 一个火腿最多需要加100克大麦酒 之后再搓盐 酒不仅能消毒 让猪皮变脆 还能加速盐分子在猪肉组织中的渗透 我们赫庆盘腿 就是要盘它 就是盘它 盘腿要盘的 搓过盐的盘腿 放入桶中腌制30天左右 之后便可进行晾晾 晾晾一年的盘腿 油脂充分包裹瘦肉 肥瘦均匀 味道最佳 这一分钟